扑街藍絲 聽清楚 你們經常說 支持那些 Kenny Chiu 那些 華人被人歧視 接受了這些中領館散佈的假新聞 他們從來不明白 你們為什麼不在11月11日戴這朵花 因為你們的地位其實是華人的加拿大軍團 在二次大戰作出犧牲而得到的 華人在加拿大的地位 是參加加拿大軍團的華人犧牲 而最終獲得主流的白人的認同 而拿回來的 不是靠中國共產黨幫你吹 當時中國共產黨在搞什麼 在搞幫蘇聯武裝保衛中東鐵路 去抽國民黨後腿 一次大戰之後 二次大戰的時候 國民黨抗戰的時候 共產黨躲在山西搖洞搞女人 還在種鴉片 延安 陝西 在延安 我告訴你現在看看 你去加拿大 這個博物館看看 在二次大戰裡面 加拿大華人的軍團 在加拿大軍團裡面的華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裡面 參與加拿大軍團去掘戰蠔 然後 POPPY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在佛蘭德斯 這個佛蘭德斯的地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很慘烈的 大家在戰蠔裡面放毒氣的 大家 躲在裡面 精神病 大量的軍人 瘋了 但是 掘戰蠔之後 這個POPPY的種子 其實可以在泥裡面 埋藏很多年 當你掘開那些泥 回到那些泥之後 他跑了上去 接近地面 他就 在1915年的 未完 一戰 但是在那時候 那些軍人就發現 在佛蘭德斯的地區 開滿了紅色的小蚊縮花 於是 加拿大的軍人 John McGrail 就作了首詩 In佛蘭德斯的地區 是這樣的 其實是和加拿大有關的 就算這個POPPY 也是和加拿大有關的 來到今天 英國的儀式裡 11月11日 他們還是念 John McGrail的首詩 In佛蘭德斯的地區 那些藍絲在那裡說 是靠中共 我們終於抬起頭 扑你的街 其實 中共那時候 連自己抗戰都不理 我告訴你 是來加拿大的華人 除了起鐵路之外 是參軍 做工兵 很多是 因為捱得苦 最終二戰的犧牲 就是得到這個 你為國犧牲 別人就會認同你是 這個國家的公民 而不是躲在 微信裡打飛機 那些打電話去華僑之聲 現在 壟斷了這個 廣東話電台 打電話進去的那些 藍絲仆街 死回到大陸 其實留在加拿大做的 你學梁煙成這樣 梁煙成都走回來香港 跟梁美芬搞什麼智庫 又說出來選舉 支持這個支持那個 還留在加拿大做什麼 梁煙成都走回來 梁煙成也是戴假髮 戴假髮找不到吃 我告訴你 是不是 即是你講開選舉 講兩句 因為 其實一直以來 我想 阿基哥就是 講了一部分的事實 他臨時 最後那幾天才決定參選 但決定那個不是他 他一早決定了參選 就是在等著西魂的決定 大家看到的 原本 塌塌陷 所有選區 佈了兩個建制派 大部分 一個民建聯 一個工聯會 或者一個新聞黨 一個民建聯 之後 才開始放你們 即是湯家驊告急之後 才放其他 即是所謂 不是傳統建制派 根據田北神的說法 放其他非傳統建制派 簡稱非建制派入閘 因為如果不放他們入閘 有什麼問題呢 不放他們入閘 我記得還是 禮拜二和曹總 在下午做節目的時候 在計算數 那時候 五個區 香港由五大選區 解開了十大選區 有一半 五個區仍然是沒有競爭的 兩個位置塌塌陷 那就不用選自動當選 如果是這樣計算的話 那條數就是這樣 你當日 你用回區議會2019年那條數 就算一個這麼激烈 這麼對立 這麼兩極的一個投票氣氛 你可以動員到建制派自己的人出來參選 動員到盡量的票數 有百二十萬票 那如果 就當你是用這個數字 全部的人都出來投票的時候 有一半香港 半個香港是不能投票的時候 計算這條數 就只有六十萬建制票 來參與選舉 那六十萬票 還少過泛民初選六十萬人出來投票 一個完善選舉制度的情況下 原來還少過民間或泛民 自己交選舉制度 怎麼可以 所以安全提數可以略放寬 然後 今天下閘 收工 所有界別包括功能組別 都有競爭 這樣可以拿來宣傳 即是說我們今次幾民主 全部界別都有得投票 但你想想 究竟哪一個心知肚明 即是最後投票率 會有多少呢 首先譚耀宗第一個爆出來 彈出來就說 這個放心論 什麼是放心論 就是投票率可能不是太多 因為經過完善選舉制度 又經過審查委員會 大家放心入圍的候選人 他們能力都行 就是愛國愛港的 那大家放心 可能投票的意欲就低一點 是不是那幾個我都放心了 那就不用投票了 我這樣都行 這個張志光也是這樣說的 這個是官方的口徑來的 我覺得這個是中聯辦的口徑來的 和林鄭的口徑很不同的 林鄭就說會鋪天蓋地 催谷投票率 但是現在這些所謂的建制名嘴 就已經各個出來放風了 期望管理 張志光講到你知道嗎 是20到29之間的投票率 我先頭我都猜最多三成 我在節目都說 哇他們還瘋了 猜到只有兩成的投票率 那你不如說只有一成的投票率 那最後有12%的投票 你就贏了 是不是 就是說萬成對萬聯 就說賽前我給你一個球膽 最少都5比0了 那你一定會贏的 是不是 是吧 你贏四投的 買下盤 是啊 3比0 買3比0你就贏錢了 是不是 這是第一支 就是這樣 完善了選舉 以前是泛民炒作 所以那些人出來投票 現在沒有了泛民炒作 就投票率自然低了 那個特首就說投票是公民責任 究竟是泛民炒作 令到投票出來投票 那現在沒有了泛民炒作 是不是不應該出來投票呢 是吧 理所當然的 那你就 那你說到我們的選民是這麼低B了 是因為泛民炒作而響應出來投票了 那現在泛民都抓了 是不是 沒有泛民參選了 0 現在參選的全部都不是的 0參選了 他們都不敢叫自己做泛民 為什麼 因為諮審會還沒過 你不是看到了 剛才你說馮檢基這些 老狐狸的虛偽 當年參加林立會 一模一樣 油堡皮靶半傘面 最後以為我們不記得 真的 尿成你 大哥算吧 這些老忌 政治老忌 你不如下降下來 每一個人都記住 馮檢基最後什麼時候說 以後不再選 2008年 他有說過的 2018年 他就說 那時候那個立場就是代表民協 以後不再選了 是 又解得通 是 是不是 他不是民協了 他退了黨了 然後 現在 很簡單 我告訴你 我給一個更好的藉口 我以前說不選是代表人類不去參選 當我現在成為一隻 這個 不要叫他做狗 走狗 當我成為走狗界別之後 奴才界之後 我現在代表奴才界參選 所以也沒有破壞到我的政治承諾 這個說法不是更好些 我覺得 你看當年 你記不記得 他在龍門鎮怎樣被陳耀藍力斥他 那句話叫什麼 大家記不記得 在龍門鎮裡面 那時候 N年前 亞視有個清談節目 毓敏 陳耀藍 和大班 毓敏大班 我也記得我看回那集幾次 因為我要剪回毓敏罵馮檢基的聲音 然後到毓敏支持馮檢基去補選的時候 我都拿回全部報告 那時候 他代表深水埗的選民 因為他選完之後 就加入做港市顧問 港市顧問 他就說 選民授權我去參加港市顧問 然後剛才提到 三個的毓敏大班 和陳耀藍都拍桌 你選你那時候 你沒有說做港市顧問做政綱 現在就說 這個深水埗的選民 選了你 你授權你 你就可以去做港市顧問 好幸好深水埗快拆 那時候大班 然後在動 陳耀藍說 你做港市顧問 你就不要 你就應該辭職 為什麼辭職呢 辭職立法局 因為如果你專心做 你有心做 你就專心做 你去北京 站在老平日子隔離 一天一年半個月 無論如何都能拆到一些東西出來 你夠不夠膽 他又不肯辭職 那時候已經被人拼到一棟都沒有了 馮劍基 但是你剛才的說法 我覺得你跟康亞利說 我不知道康亞利會不會喜歡 狗仔這麼可愛 你說牠是走狗 看到康亞利跳下水的時候 這麼可愛 你說牠是走狗 馮劍基 網民有另一種說法 它不是人這種種族 它是叫永恆族 就是永族的族 你有沒有看馬復的新戲 永恆族 基哥 黃承志 這些就是永恆族 黃承志才厲害 我和曹總 我記得的 在這裡說過 黃承志也有點骨氣 那時候就說 哎呀 這個完善選舉制度的立法會 立法會我不參選 待會又不能說話 說話又有限制 這個套餐 最終被動員出來 不得不參選 你知道嗎 因為太混淨了 就是 臨美幾秒鐘 一定要有競爭 所以要扔他們下去 所以我現在不做中間超人 我是真正的民主派 衝出來馬上 這個就變成有競爭選舉 希望大家投票 第二招是什麼 第二招就是 今天選管會新鮮滾熱辣 入票站原來不用安心出行 其實我們和金英格曹總 都看到她這件事 我們之前極度呼籲 就是應該投票去票站的時候 鑑於林鄭為了通關 收緊這個規定 第二類食肆都要搞安心出行 大家要犧牲一些自由 我可以 我舉腳贊成 尤其是投票 聚集 好像你們說 2020年初選的時候 有這麼大的風險 可能傳播第二波第三波的時候 最好安心出行 都四次 你首先 那些婆婆阿伯 在路安路院 上旅遊包館的時候 都一次 然後走到票站 不是在學校 就在社區會堂搞 這些都是政府的處所 那也是第二次 然後排隊 記得要分開一點 不要互相傳染 然後再在拿票的時候 拿那張選票回來 去到紙板戒開的投票間 最好又撞一次 然後投票在票上旁邊 最好撞一次 這樣就安全了 這樣就安心了 現在沒有頭沒有尾 沒有理由 選公會突然說 不用安心出行 我現在很不安心 票站沒有安心 投票怎麼出行 你又遇到鋪牽戴地宣傳 我鋪牽戴地 遇到很多人在街上排隊 是不是 我怎麼知道 我待會打個黑仙 沒有戴口罩 立刻有人衝過來 說檢控我 除了口罩 不是599G 是599H 還是599I 是除口罩的條例 那又罰五千元 好地地 我去投票又罰五千元 喂 我不安心 現在我怎麼出行 怎麼去投票 找個人出來打扮我 我真的很擔心 你知道嗎 現在Delta變種 德國這麼成功的抗疫國家的case 確診個案去到五萬 我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 打了第三針也有 第三針也未必處理得到 這個Delta變種 你現在說去街市 搞到那些阿婆阿公去買菜 就是一鍋足 你現在去投票 這樣人群聚集 大家面對面 還要進去之前 那些拉票區被人噴口水 是吧 不需要安心出行 喂 大哥 我很贊成的 我覺得全面執行的 是吧 實際上這場選舉 都不應該搞 如果你從抗疫角度 為什麼 你看大陸已經在爆了 已經是 全世界都在爆了 回頭了 你看不到的嗎 袁國勇 許樹昌 都看不到的 何柏良 人家西方國家才說 當他流行性感冒處理 控制不了的 這樣 但是我們 這個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 這個偉大民族 復興中國共產黨 是堅持要零個案的 那為什麼你在投票裡面 這樣去放那些 如果有人 有外國勢力 亡我之心不死 既然這個黑暴已經被剿滅 現在就用Delta變種來播毒怎麼辦 那怎麼辦 然後你又說和大陸 通關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國安陰謀 其實 誰堅持這場選舉 和參與這場選舉的話 背後可能都有外國勢力 你一說起我已經馬上流兩滴鼻水 很可憐 而且你真的靠害 你借很多是學校中小學 來做票站 然後你又給一些 通常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在香港的街上看到 那些阿伯和阿叔 是喜歡拉開口罩打黑痴的 他不想那些 那些菌自己急回 那些阿伯一看就知道 那些維園阿伯是自私精 阿伯不自私就不是阿伯了 真的 會搞到中小學連鎖這樣感染 一個票站你閒閒地幾千票 是不是 幾千人進去 這樣 現在真的 國家東奧還有一個月舉行 抗疫高峰 但是現在Delta變種這麼厲害 而特區政府又無能 我現在變身張志剛 良型大將 林鄭月娥抗疫不力 所以大家 還要把票站變成冒險雞籠 你說到安心出行是這麼重要 在抗疫裏面 非造不可 還要用coercive power 強制權力去逼人去做 遲些就說全部都要強制了 為什麼你在票站不做 如果現在12月19日 投票 我都不記得了 如果在票站裏面爆疫症 就是說將會攬炒和大陸東奧 14億人民絕不允許 我要求所有人恢復 安心出行才可以進去投票 如果大家就好自為之了 究竟出不進票站 既然沒有了這個 祖國的保護罩 抗疫三大法寶 第三針 混蛋還在推銷科興 頭兩針搞到一獲足 那些人對疫苗沒有信心 還要一班人出來做蘇打第三針 還是打科興 這個就是為了政治正確 人命都不要 是衰革到這樣 這樣的話我真的很擔心 第三針你就叫人打科興 然後安心出行你又不讓 你說到這個祖國保護神盾 說這麼厲害了 是吧 還有繼續豁免的那些機師 在社區播毒 容許家居隔離 為什麼不是抓了國泰那些21天隔離 現在美國回來也要21天 香港是全世界大陸之後最嚴苛的抗疫城市 這樣的話 你為什麼在那裡放 為什麼在投票那裡放 我相信大家有眼睛看的 尤其是那些藍絲廢老 其實最重要就是自己的命 你這樣玩的話 其實大家都開始看到 原來你就拿他們來交票 我們那個時候 全香港人唯一就是 就是曹總記住根宿的 就是 他每次都是提起根宿 就是義憤填英的 曹總說 喂 最信得過你的人 你就玩 死因庭不是出了一個死因聆訊 打完之後死了 心機更生 就說死因有可疑 但是專家第一時間撲出來就說 就算死因庭說死因可疑也好 就是不是死於自然也好 其實對於索償也很困難的 你不用指望 我告訴你 一個這麼嚴重的政府 他派錢給建制派就容易 你叫他賠狗領給那些打科興 釘了那些人 你不就是叫他承認科興有問題 他不是說那些錢有問題 他在政治上下不了台 到時候 那些黨媒一直有抽稱 總之在選舉之前 林鄭不做 還沒做特首之前 什麼事情都不敢做 根本政權已經移交給中聯辦 你問我 你看那幾條廢柴去參選 不是中聯辦最後被禁制的話 所以我說很噁心 就是這個原因 你做花瓶不要緊 我覺得 你做花瓶也做得有型少少 是做一個奴才 大哥 真是噁心得 還要跟著 他當所有香港人都是傻的 在這兒娛弄香港人 我現在想了很久 芳國山還有關於他們 現在搞到大家說 芳國山都變相杯葛了這個選舉制度 芳國山就是雷辰 以往他要出來戒泛民的時候 就用芳國山 現在不需要戒泛民票 芳國山就變成雷辰 他好像說家人有病 還是不知道什麼 因為他不可以 為什麼他可以派個黨友出來選 就是他自己的陣營裡面 但是芳國山不可以選 因為芳國山有票 有票的花瓶是很嚴重的 令到選舉結果不可控 你提得對的 你只要把芳檢基、芳國山這些情況 你細心一點想一下你就知道 芳國山因為最少五萬多票 他是有一個地區實力的人選過這麼多屆 所以他不能參選 因為你這樣的話 就會令到整個中聯辦分了那些位置 你就打破別人的部署 其實那個選舉結果 在諮審會一公佈已經出現了 投票是程序手續來的 其實是 選舉結果已經在12月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截止 諮審會什麼時候公佈 就是李家超 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一公佈 其實就是選舉結果來的 你問我 是啊 後面那些事情 真的是手續來的 十九和二十九 我忘記了 所以大家其實有些冤枉 你以為阿基哥真的為了個位嗎 不是的 阿基哥是偉大的 陪跑的 你以為他真的給了個位嗎 不是的 叫你選 不是等於叫你做議員 你想想他現在參加了一屆的九龍西 其他一個是鄭詠遜 另一個是梁美芬去了選委會 所以用他地區的大將梁文廣 都很年輕 三十六七歲 他和拉了的支聯會常委梁錦威 他還是同學 我們兩個都認識他 是 那一個梁美芬的集團 一個是民建聯的 阿基哥 就是擺出來陪跑而已 我覺得基哥會贏 是嗎 看過基哥厲害 真假 我相信韋思涵捧英超一樣 我覺得基哥會贏 是啊 我相信韋思涵有機會捧英超 基哥會贏的原因就是 你看到梁美芬轉線就知道了 你剛才說的 你認識那位姓梁的年輕人 就是拿來做避免的 是啊 不會的 會票灌到馮檢基那裡 因為他要製造每區 都要有競爭 但是如果選舉結果 既然他最後出到農民端 那些去拉王成志出來參選的話 就是說他一定要 怎麼說 他擺棋 都要擺幾隻 他不可以整個立法會裡面 最終 那些被動員出來參選的人 最終原來是得回 他們自己的基本盤 得回幾千票的 隨時如果馮檢基 是得幾千票的 那下一屆 何來又有 這個花瓶 哪個人自願去做這個花瓶呢 那是不行的 那他總會有幾個 打扮得漂亮漂亮 拖進去立法會裡面 就擺在那裡的 那不一定有幾千 我不相信 不如找些東西和你賭一下 我覺得這次基哥是陪跑的 看看賭什麼 或者大家開些賭盤出來 這次看看我和細良 誰可以做一個笑生手套 我很簡單 你登基哥還是我登西狗新動力呢 我就會買重西狗基哥一定贏 你想想他當日臨時立法會 他在泛民裡面 都聽中聯辦當時的新華社說 拖出來加入臨時立法會 冒著被人罵到糟糕 那就是自己人 這麼多年都是自己人 是吧 就是說司令在廁所抽出阿七的文件出來 又再用一次 現在是 是吧 一條底褲 一張刺紙都是他的貢獻的 何況馮檢基有一個假法 是吧 所以我覺得不用想 我和你賭 賭什麼都可以 賭什麼都可以 是的 有人就說賭一元 我覺得賭住太小了 有人就說賭J 這些就不對的 這些東西 就是這麼暴力 有人就說 極安唱歌輸了 那我怕大家 我一唱歌大家驚為天人 那姜濤就沒有位置 那也不好 如果是的話 雪梨代鼠就說 槍槍去溫哥華 和細良洗腳這個很好 這個想法 或者輸了機票錢 我覺得很嚴重 很嚴重 未必的 可能因為這樣救了你 是吧 和者和者應該入到閘了 以我所知 是 當然不會 當然不會入到閘了 是吧 為什麽大家 唉 真是 我們城寨的聽眾水平高一些 賭J的行為 其實是不能苦勵的 剛才我們講到 就是不要講選舉 有些人走人 其實收視率越來越低 講選舉人 我提回兩句法庭的新聞 因為剛才有網友 在checkroom也有講 就是剛剛在審棄 汽油彈案 今天就是那個 原本是被抓的警員 原本是告他妨害司法公正 伏了職 好像是 原來在這次的作弓裏面 就說了原來 抓完之後 兩個月復了職 沒什麼發生了 出來作弓 那就是正面一件事 就是他去找這個人 去運送汽油彈這件事 是警方的臥底行動 如果是這樣 如果他伏了職的話 其實我相信邏輯推敲 是不是 就是屬於警方的臥底行動 那警方的臥底行動 而引人犯罪 那有哪些人可以制裁他們呢 我們看警匪片都很清楚 就算警方滲入黑幫做臥底也好 他們不可以自己去引人犯罪 就算警方在這個 一流一縫放蛇也好 他都要被動地去接受提供性服務 他不可以主動去碰那個姐姐 在這個嗎